感情專輯的研究還有重大突破 雍民以後 台下研究團隊 現在是頭一次發言說 癌細胞專輯的認識的標記 未來醫生可以利用這個認識標記 找到新的對控感情 之外 也可以利用這個發言 去開發新的對控感情的藥物 可以幫助感情的病人 能等死命 感情專輯是最好醫生 無法處理的狀況 也是病人最怕的亂 雍民以後台下研究團隊 第一次發言 癌細胞專輯的認識標記 並且在情療專輯 和認識者修飾的重要分數基礎 結果團隊這次上次看 比較活用的感情 包括靈感和頭下暗君 其中頭下暗君 因為生長殺到獎金 快造成活流共營報告 造成癌細胞活用 進入在活用的環境之下 會有反應的認識 修身200HDAC3 加WDR5 改變認識一個標記 並且改變癌細胞去營業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快造成癌細胞 歐化跟專輯 並且判斷控有性 提出的那些病人標本上面的話 可以做一些免疫染色這樣子 那從這些染色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這些那個染色的情形 看到染到哪一些蛋白 譬如說我們今天發現這些 這三個蛋白之後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它是不是有 比較差的疫後這樣子 那比較差的疫後當然就要積極治療 研究團隊表紙鎔細胞 專業的認識標記發言 對林鄉進流醫生 健康感染病人有很大的幫助 除了可以找到 新的抗感病被治療以外 也可以利用第一次發言 開發新的抗感病物 對營營感染病人 補給的生命有幫助 記者中學佛島